張華職棒季前分析 這集來看統一師 南八天上個賽季的下半季 受到上兵潮索庫 戰績一樓千丈 下半季的兩成八八勝率 是對時的最慘記錄 當時總教練林月平就曾表示 正中需要補強 而賽季期間最大的消息 就是前方漢將老將林一拳的加入 來調配一些體能等等的人選 那如果說要介紹他的打擊 一壘的能防守的球員狀況好的話 他擺到DH去其實也是不錯的選擇 那我覺得另外吳慶忠的幫忙是 他是一名就是在中華時方 他已經累積很多好的紀錄的左達者 譬如說打點 譬如說二連安打 也就是中場打這樣類型 那我們知道統一其實他有 所謂的外野三軌剛好 蘇智杰 林安可 陳潔憲 甚至他的打線當中有其他蠻多 不錯的左達者 我覺得在同側打者這邊 有一些林一拳這種高安打率 然後有需要打點之後 如何去抓投手策略這些經驗 我覺得會給這些年輕選手 一些成長跟幫助 林一拳這位老將的加入 能給予年輕選手一些經驗傳承 同時也能與外野三軌聯手 組成南霸鐵強勁的左打陣容 而說到外野三軌 無疑是世子軍的重要戰力 但當中正守右外野的林安可 卻在技前受傷 開季預計將從二軌出發 而他的位置將由誰接手呢 邱智晨 然後包含張偉勝 但這兩位的他們的長打能力 可能沒有像林安可來得這麼好 可是他們的優勢是在外野的守備能力 還有跑領速度上面 林安可受傷導致開季無法從異軍出發 是目前南霸鐵的隱憂 思外同意的問題還有投手部分 球評表示先發輪值目前看起來 應該沒有太多懸念 央頭羅昂布萊克還有克威斯 熱身賽都有出賽紀錄 再加上本土的胡志偉 所以南霸鐵最大的問題是在牛棚部分 另外在捕手部分跟上個賽季差不多 今年賽國手林黛安毫無懸念佔據憲法位置 另一位就是陳崇宇 專家點名他們還會是新賽季 統一師的主力鼓手 今年賽季熱身賽同一是前九場戰機三手六敗 看起來還在調整當中 而球評也點出一項原因 就是總教練林岳平 因為他同時又是今年賽的中華隊總教練 所以前陣子可能比較無暇顧及母隊狀況 但球評相信球團與教練們也已經早有規劃 終止31年與32年都帶領球隊闖進台灣大賽的兵種 與他的子弟兵將會盡快調整到位 迎接終止34年的到來 回來推薦台採訪報導